谢谢大家 今天的主题太沉重了 叫别怕 只是孤独 听上去特别像是个监狱的slogan 欢迎光临 别怕 只是孤独 你只会被关45年左右 我觉得孤独太可怕了 我怎么不怕 孤独太可怕 我跟你们讲个故事 就知道孤独有多可怕了 以前我在书上读到的 对 我也读书 很惊讶吧 你讲 坎布怎么会读书呢 他顶多读过说明书吧 读书 也读书 讲的这个小男孩 因为探险被困到一个缝隙里面 几个墙把他困在那了 然后救援人员找了他好几天 最后找到他 把他扶起来说 小伙子 是什么让你活到了现在 你不会觉得孤独吗 点题了还 你不会觉得孤独吗 那小男孩说 不怕 因为和我被关的还有一只蚊子 我和他每天聊天 我和他成了最好的朋友 我还给他取名叫Amanda 我就没有觉得孤独就活了下来 这时候救援人员才恍然大悟 孤独的力量是如此之大 逼着人类和昆虫 结下了如此深刻的友谊 然后救援人员就带着男孩离开了 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那只Amanda到现在为止 还在那个缝里待着 抽着烟 什么时候来只苍蝇什么的跟我说说话也行 然后凤口有只苍蝇 这角色塑造的啊 真不错 我也有一个和这个Amanda一样的好朋友 它是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狗 它的名字叫做卡利托 卡利托在拉丁语里的意思是 小狗文化成本有限公司 我以为养了一个宠物 就会排解我的孤独知道吧 我以前是孤独的在家待着 现在我是每天孤独遛狗 每天一趟 每天两趟 一趟一公里 无怨无悔 有一次我遛狗遛了半个小时 发现自己没带狗 我真不知道怎么 我真的是 我每天就特别孤独 跟我的卡利托聊天 我会跟他讲我心血的段子 可能是因为我的段子表演性太强 听完他基本上都是 我说这段不好笑吗 然后他 我说你该过去后表演太浮夸了吧 然后他 然后就转过头去看电视了 看电视头去大会其他人的表演 你干嘛呢这是 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你能试着融合一下和正常观众 不像话这帮演员 而且在路上碰到那种其他遛狗的人 是不是就觉得我没那么孤独了 其实根本不会 你们以为那种遛狗都碰到遛狗的两个人 哎你也遛狗 耶那种 没那回事啊 没那回事 碰到其他遛狗的只会让我更加孤独 因为两只狗一见面 互相就成最好的朋友了 我们又不能两个人一见面 哎最近怎么样 看样子不怎么样 是火锅了 火锅 排几包 而且卡丽多作为一只那种小公狗 总是特别有女人缘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任何一个想跟他玩的小姐姐过来 跟他什么 一过来玩 他立马就 那种特别喜欢 那小狗 哎呦 这小狗狗真热情 他这个性格真好 我说 哎其实我也是那个性格 只不过社会不允许我 这么表达我的性格 我不能在酒吧里面说 哎姑娘 喝一杯 喝水也行 你我太可了 而且这个卡丽多 特别能展现自己的才能 那种陌生人过来 卡丽多 坐下他就坐了 卡丽多握手 他就握了 卡丽多转转 他就转了 关键是我都没教过他这些 哎 我要不拦着 我估计要边抽烟 边去多车车 边上死了 都要爱 算跳上去了吗 应该不算 应该不算 大家一见到 他总是小朋友也喜欢他 总是哇狗狗 然后就过去跟他一顿玩 我真希望有个小朋友 哇孤独叔叔 然后就过来跟我一顿玩 哎呀 那些路人一看就 而且卡丽多 就这么说 他就这么说吧 他已经成了动物界的交际花 每一次出门 都能交几个 好几个小朋友那种 像我就 我讲脱口秀 在我们小区里 他比我出名 我长得这么多年脱口秀 结果名气不如一条狗 在小区里 小区里面 一进门 那个进那个大门 那个保安就认识他 知道吗 又 又 有卡丽多 回来 然后卡丽多 然后卡丽多 sup man 然后我跟在他后面进来宝贝 你好你好你好 你是我们小区的住户吗 我说不是我跟卡丽多是一块的 你不行吗 卡丽多 我们俩是不是一块的 然后卡丽多 这路人跟我说话也特别有那种距离 知道吧 一看就能看得出来跟他玩 哎呦你可真乖呀 你可真乖 有这个小狗狗 他叫什么名字 谢谢 卡丽多 卡丽多 你可真乖 他今天几岁了 哦三岁 哎呦你是个三岁的小宝宝呀 真乖 真乖 拜拜 拜拜 跟你的狗玩得很愉快 再见 哎呦我真觉得太孤独了 真的是太孤独了 我真觉得我要能活得像卡丽多 一样就不会那么孤独了 我真的想回到小时候那种童真的感觉 两个人一见面 什么都不用说 我就唱一首 找啊找啊找朋友 找到一个好朋友 金格里握握手 你不是我的好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大家好我是庞博 聊孤独啊 好我们把气氛孤独一点 其实聊孤独 我觉得 想了很久这个主题 我觉得人 最大的孤独其实就在于周围人对你的不理解 给大家讲一个我特别孤独的故事吧 我最开始刚刚做程序员的时候 刚刚工作嘛 其实上手特别慢 挫败感很强 当时我们整个组解决bug的速度 还没有我一个人制造bug的速度快 我在我们小组的代号就是bug 同时还安慰我说你这个就是名字不吉利 你看你啊伯格伯格bug 你说你是不是一出生就输在起跑线上 后来我们一度我们领导给我们布置任务全都是哎呀 小张你这个月就开发一点新的功能 小李呢 你把上个月庞博写的bug都修一修 小王你得帮助一下小李 他一个人冷得累死 然后庞博 你把这两本书好好读一读 我当时就很难受嘛 我就是跟领导说 哎呀我真的可以的 他说确实你可以 你可以停一停 你停一停也许我们就可以了 确实就是很难受很挫败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的眼泪已经到太阳穴了 你知道马上就要喷泊而出了 我当时都怀疑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是不是就是因为我脑袋里充满了泪水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最大的孤独 别人没有办法理解我的难过 我当时特别羡慕小朋友你知道 你知道小朋友是可以放肆地表达自己的情绪的 比如在火车上如果有一个小朋友不开心 他能哭得让整个车厢人都知道 甚至能带动车厢里其他小朋友一起哭 整个车厢人越年轻越热泪盈眶 但我不行 我不行 我是一个成年人 成年人是没有可以一个放声大哭的地方的 我当时只能躲进公司厕所的一个隔间里面 但是你知道公司的厕所 就是大家唯一能自由享受快乐的一个小角落 我刚刚坐进我的隔间里 两边就传来全军出击 你的牌打得也太好了 我也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 我就在那蹲着 然后这样 这样啜气了一下 旁边的人还嘀咕 哎呀 一看就是年轻人 别难过 以后饮食均衡就好了 别人不理解 别人没有办法理解你 我就只能坐在那儿 坐在马桶上 我也不敢哭出声来 我就让我的眼泪这样滴在我的腿上 这样 然后从厕所走出来之后 同事还问我说你怎么回事 哎呀 我说嗯 没事 就是有点心情不好 没事的 什么没事 你上个厕所 你弄了一裤子 特别崩溃 当时 特别难过 我就整个情绪都很崩溃 回家路上 我就想啊呀 我怎么样 我一定要发泄一下 我就走进了一家KTV 我就随便点了一首歌 我就开始唱 过了一会儿一个服务员 小哥就走进来 打开门 我们四目相对 很尴尬 他说哥 没事就是 保安让我来看看 他说监控里看着不太对劲 说 说开业好几年了 头回见到有人唱个洗刷刷 唱得这么动真感情 他说哥 你别着急 我理解你 我也理解你 我也特别喜欢大张伟 你说他原来多么朋克的一个人 现在就唱这种破歌 我听了我也难受 我都懂 我说不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你不懂 我是工作上不顺利 我工作上难受 他说哥 我懂 工作嘛 你看我每天在这工作 我就是在这个KTV 我就看到大张伟唱这些破歌 你说 你说我多难受 我懂你 我说兄弟 你不懂不懂 你只懂大张伟 这就是我当时 刚刚工作的时候 遇到bug的故事 然后现在 其实生活里面 还是会遇到bug 但是 其实我已经不会因为 生活里的bug而崩溃了 因为之前遇到bug 我只能自己一个人去解决嘛 现在好了 讲脱口秀 我可以分享给你们听 可以分享给别人 我给你们讲一下 关于孤独这个主题 我写的第一个段子吧 你们知道 世界上最孤独的动物是什么吗 是龙利鱼 因为它是 Lonely 鱼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在想 对吧 你跟王剑国学坏了 但是更懂行的朋友会说 这其实是20年前 吴宗献老师就早就这么玩了 不过冷静一点的朋友 就会制止我们 这么个破坏意儿 你就不用用这么多喜剧理论 来回分析了 确实不用分析 但是龙利鱼就是 我写脱口秀时 写出来的bug 不过我说出来 我就不觉得孤独了 也不会因为一个bug 再弄一裤子了 谢谢大家 我是方波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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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